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燃韭菜 我是Noray 那目前時間是 早上10點25分 那為什麼特別說時間 因為 因為現在我們圖中是這個比特幣啦 比特幣這個合約 合約這張圖 那主要想跟大家講就是說 欸 趨勢線 就想跟大家來講一下這個趨勢線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走勢 是不是就是一個 我常化的這個上升的通道 不過可以注意的是 這個是15分鐘的 15分鐘的 對那 15分鐘的話代表說 他這個 時間的周期如果越短的話 代表說 他這一個整個形態是 越容易去 嗯 改變的 去改變的 對那 主要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 欸 昨天啊 昨天 反正也是這樣子吧 就是順順的 都有 都有在操作這樣 那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大概12點1點的時候 那時候到最 最高價這邊 差不多到 395580左右 但是我空在這個大概 39500左右 那之後就一路看 那 看一看之後就睡著 對 睡著 那之後呢 你看一下 可以看下面的時間啦 到達了大概 我剛剛大概 8點多 9點才醒來 那 8點半醒來的時候 突然就被 就是這個 衝上去 那 衝上去之後 是原本上面就還有在 呃 有一個空單 那 大家就要去思考一下說 欸 他這個衝上去的意義是什麼 對 衝上去的意義是什麼 那 比特幣可能是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說 他這邊衝上去 其實 老實說只是把前面的 只是有些人會 比如說我 這邊最高嘛 剛剛講說39580 那就會有人 比如說空在這邊這個區間裡面 之後呢 就把39580 或者39581 當作是他的一個 呃 空方的這個停損價格嘛 就點到他就出場 點到他就出場 或甚至說 他可能拉高一點 可能到39600 那 可以看到這一根 就是 早 剛剛早上把我下行的 這一根 因為我昨天晚上是沒有設這個 停地 停損 就 睡著了 對 還好 這個 呃 是假日 假日這個 美股沒有開盤的話 比特幣是沒有什麼行情 那就是說 欸 這邊剛剛 最高是拉到39690 對 代表說他已經把一整段的人全部都 原本做空的人都尬掉 那 但是呢 他這邊 創了新高 之後又開始往下甩嘛 那我剛剛其實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把我的空單給 結束掉 為什麼 結束掉 因為呢 剛剛原本在畫線的時候 我的圖中是 他已經疊穿了 只是這邊原本是一條直升線 然後他疊穿了 疊下去嘛 這邊 剛剛這邊可以看到畫面中 他是疊出去這個線 但是呢 我剛剛又 重新的又畫了一次 對 畫了一次 欸發現說 欸 他目前是在走一個上升的通道 所以 我自己想要表達的是說 他其實 呃 月短週期 他的這個活性的變動 就非常非常快速 所以我剛剛在這邊又進了一筆 這個 多單啦 進了一筆多單 那 當然我 不是 期待說他會往上暴漲或幹嘛 只是說 欸 我們不要跟趨勢去作對嘛 那或者是說 我剛剛原本 剛剛早上說嘛 我剛剛其實在這邊又有空了一單 那就是原本昨天設定好的 嗯 他的平均價位大概在落在39530 就算我這一單 我這邊的這一單我沒有把他給回補 對我沒有回補 我因為我 我整體我還是看下的嘛 因為他的量能就是比較不足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遇到假日啦 所以說量能不足嘛 他還是有機會想要往上拉抬這樣子 但是我的這個停損的 呃 停力的點 我就會設在譬如就是39500 對 就是抓30點的利潤 而且我剛剛在這邊其實有稍微做一點減碼 這下面 上面這邊其實跌破的時候我稍微做減碼 因為還是怕他 馬上要拉回來 對 我還是稍微做減碼 所以說基本上 這一單我是小小的獲利 但是 我 截掉了嘛 假設他真的 等等就往上衝嘛 那截掉了之後呢 我剛剛的空單 整體來說還是獲利 只是說獲利很少 因為我期待的就是 他往下的 他往下去暴跌 就是 破線之後會有一個很神奇的威力 就是往下去暴跌 好你看他 現在是往上漲的啦 那剛剛我原本有設一個39400 然後他沒有 沒有去吃到的單 他最低是39400.1 對 沒有人家沒吃到單就算了 就 就不去追啦 因為他還是會有機會去回路 只好 到這一條線 對 還是都有機會啦 那就是說 而我的這種方式就是 我在操作這個虛擬貨幣啦 就是會用這種方式去操作 那也不是 隨便講講啦 然後我自己也是有這樣子 在去 操作 對 那可以發現一下說 好 這個圖啊 也是說我剛才去弄出來的 對 但是呢 可以 你可以都可以在這邊破線的 破線 就是破這條上升趨勢線的底部 你都可以這樣 補上一條 同等角度的趨勢線 對 所以說 其實老實說這一波裡面 剛剛這個39400這個位置 就是我這條線的這個底部嘛 我想說 他如果是 跌穿了 那應該要把我 接走 對 那如果說他跌到這邊的話 可能才是一個真正的一個進場點啦 就是在39365 39360左右 對 那這邊其實也有 可以放個多單這樣子 好啦 那只是大概跟大家講述一下說 欸 這個長期 看上的 長期趨勢是向上 就不要跟趨勢是作對啦 呵 就是說 我們雖然說 可能 因為我 我自己也會參考別人去講解這個 比特幣 因為 畢竟都是 技術分析嘛 只是看一下別人到底怎麼去說 那有時候 其實有時候會被別人去影響 因為其實在當下可能 大家啦 大家可能都看一個比較大波段 但是 呃 我自己可能就是會在這種小 小 小區間 這種 時間比較短的區間裡面做一個操作 這樣子 那 我們都是一樣啦 我們都是韭菜嘛 我們都是等待主力 比如說 我這邊做多 他就幫我 綁拉上去 那我這邊做空 好 我這邊上緣 我就去做空嘛 像等等 假設真的有機會 不不不不 慢慢的長上去 在今天 長上去到這邊的時候 或是到這邊 反正不管到哪一邊 只要碰到這條線 我都會嘗試去做空 對 我都會嘗試去做空 我覺得 一定會力秒把 多單給解掉 因為其實我們 有講那個上升趨勢的這個通道 我們會去數說 比如說這邊1 畫一條線好了 呃 就是這樣 1 1 2 然後 3 4 好 沒辦法連續畫 好 5 那 6 7 7不是說 呃 會直接 往下去墜 往下去墜 但是 欸 有機會是怎樣 有機會他 會在 就是這條線就不是這樣畫 他是這樣子 剛數嘛 6 那可能6 會是這樣子 那7 7才是這樣子 所以 就是有機會說 他可能已經拉到一個 最尾端的這個 這個行情啦 對 那當然 也都是我自己做猜測 反正所有的交易啦 所有的交易裡面 我覺得你只要設定好 你自己的一個操作的邏輯 操作的邏輯 這樣子 像剛剛這邊 剛上去的時候 我其實 欸 想說要截掉的 心情是 沒有到 特別大 沒有到特別大 對 那 因為其實 長期啦 短期 應該說短期之內 我是 是持續看空的 好啦 我們就轉為太鼓好了 哼 欸 反正 呃 這一 這一次啦 這次的影片 一樣講四檔 然後發現 好像蠻多人留言的 那 就是說 欸 很多留言就是直接流說 他要講解的個股 那沒有那個 講說 他要 他 要我 看的點是什麼 對 沒關係 那我就照自己的方式去 那我之後可能會 換 換一種方式 就是說 欸 你要留言 有留言的話呢 還是要講一下 你為什麼想要買進 你為什麼想要買進 或是說 你為什麼 呃 你看的點是什麼 你的約簽支撐 記簽支撐 你被套牢 或是什麼 我覺得都可以拿出來做一個 討論 因為 你的 呃 就是說 你越知道說 你自己的進場 的這個買點 那你越知道自己來幹嘛的話 你才會比較睡得著 對啊 你不會說 就是直接 ALL IN 那ALL IN進去之後 然後呢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你知道 你知道哪邊要先出場嗎 那你知道 他如果回跌下來 獲利回土的時候 你該做什麼嗎 就是 這可能是大家比較需要去學習的 就是 我自己在操作上面 個人 就是這樣認為 好 那 我們的合金 就 講是怎麼 合金裡面呢 是之前其實有講過說 欸 我是用這一個 5月17號 這邊 然後台股碟千點的 這邊 這邊 然後 花季第一個點 那之後呢 第二個點就是在去年10月 10月左右 10月左右 那這邊呢 我會把它當作第二個點 第二個點 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萬眾期待的 第一次 就每個人的 每個人要操作 比如操作買進股票的第一次 那 不管你要做任何事情的第一次 這邊一定都會 覺得有點 小小害怕 但是呢 你就要想 這邊假設你真的很想做進場 那這邊或許 抵到這邊的線 或許 是一個 已經相對來說勝率較高的一個價位 當然 我只能說 當然還是 會有機會去 跌穿的 對 還是有機會去跌穿 那 如果說他跌穿了該怎麼辦 對 跌穿了之後 我這邊就有一條 在下來的這個 下戰趨勢線啦 就是說 他這邊當初突破上去之後呢 他掉下來的 掉下來也要回測地 算是第一次吧 第一次的這個線 對 那以長期趨勢來說 就簡單的看到這邊就好了 那如果說我們看壓力的部分 看壓力的部分 我們就先看 黃色這條線 整體壓力 最高89.5 然後 最後 然後次高點 是在這個 1月3號這邊的 87.8 所以說目前的 走勢就是 他會抵到這邊的線 是蠻有機會 再被往下壓 那 究竟什麼時候才會突破 我們不知道嘛 但長期的趨勢 目前看起來 他是有點向下 但是向下呢 我們看 周線的部分的話 在下周 可能 最低 只能回落到70元 就是剛剛那條線那邊 這個地方 70元 那 如果說 以再以一個小格局 裡面的下降 下降的格局 這邊當第一個點 這邊當第二個點 那這邊 突破 這邊嘛 第二 第二個點 之後呢 這邊 要算是第三個點嘛 也算是可以啦 但是 就是好 如果說把它當作第三個點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 去搶解 因為這邊好 碰到了 那之後 就會怎樣 第三個點壓力很大 所以他會往下跌 往下跌 但是 你會發現說 他跌 可能 有機會 在 他這個缺口 這個地方 就把它當作是一個 支撐的位置 缺口的位置 因為他 這邊可能 就是可能 跌不太下去 跌不太下去 所以 還是要持續觀察 也不知道阻力 他究竟在哪邊做防守 不過這邊 第三次嘛 他跌 然後 小格局裡面的 他這邊 在禮拜四 禮拜五的時候 他是用跳空開高的方式 然後禮拜五 盤勢比較差的時候 他也是一樣 收在這個地方 那 收了在這個地方的這個 算是直層線附近 所以 基本上 我自己的看法是 是 在下咒的時候 應該是 有機會再往上走 有機會再往上走 但 往上走 他的利潤的空間 就會到達這邊這個壓力線 那到達這邊壓力線 假如我真的做進場 或是我在底部做進場 到這邊一定會先出掉 我在這邊一定先出 但 一定要先出掉啦 才不會這樣整 半完整段 搞不好真的 盤勢很差 抵到熱線 然後又 又往下殺 因為這邊 才是一個大區間的 一個第三個點 第三個點 那 這一檔 就 大概 講解是這邊啦 所以說 要觀察這條 這個 趨勢線到底守不守住 在下禮拜的時候 禮拜五這樣的收盤 我覺得還蠻合理的 禮拜四跳空開高嘛 直接跳過他的壓力 那禮拜五就 剛好守在這個 收盤的時候 手 就是硬把它給拉回了嘛 我們看一下他走勢 也沒有說硬把它拉回來 就是說 他是很平平的 沒有往下去灑 沒有往下去灑 對 那這樣 還算還OK啦 還OK 好 那我們就講 下一檔這個 漢拳 漢拳的話呢 我們先用看走線好了 對 那 我 因為我也不知道觀眾是 留言什麼 所以 我就照我自己的方式去說 那 再來 就是 我們看一下 漢拳其實就是好像就有 講過嘛 就是說 在前年3月COVID-19 然後 畫一條線上拉 那 連接的點呢 就是去年 5月17號 對 那你可以發現 我 蠻多 這一個影片 有時候會連 那有時候是連上面這一根 對 那就是 看他的走勢拉 那如果說 欸 你是比較想要更加精準的話呢 就一樣嘛 我們把 多疊出來的 就補一條線 那 我自己認為這條線可能是的 那我 補一條 變成說 欸 我在這條 三條線裡面 我就會說 在 譬如 好 這一個支撐的點 那我就做進場 那 再疊下來 在這邊再做進場 再疊下來再做進場 這類似這種概念 類似這種概念 就是說 我可能真的可以 比較 算是自己 心中也自己覺得自己比較強勢一點吧 就是 可以類似這樣去 操作 我覺得都OK啦 對 那 我自己 的話呢 我就是看這樣子 我這樣可能就 還OK啦 還OK 那 可能就 買不到這邊吧 或是可能買得到 那當然 每個人畫線畫出來會不太一樣 那我畫線出來 可能 我們 我就買不到 1月24號這一週的這個低點 好啦 那 就是說他整體趨勢啦 我一樣用那個 同等角度的線去補上去 就是這一條 一樣 就是都 這樣的 影片裡面講的都一樣 就是說 長期 長期是趨勢向上 但是 要注意的點 就是說 如果說他 四軸的 是這樣 1 2 3 4 5 6 7 對不對 有可能啦 只是說有可能 但是不一定是這樣子去走 對 因為 他在 這個整個波段裡面呢 他也不是說 反彈一定都有抵到這個 最上緣 那如果說反彈 就一直真的是抵到最上緣的話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符合 他這樣的 這種 走的 7 7次 然後 一定會暴跌的 這個 第7次 對 那 他只有抵到2次 所以 代表說 可能阻力在坐駕 之中 可能 他就是 不是要走這樣的形態 也說不定 所以 這都是怎樣 都是 每一次都是做猜測 都做猜測 我們沒辦法 真的知道 只能說 他後面 或許 他真的跌到這個 支撐線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注意 就變成說 好 我們在 第 1 2 3 4 5 好 在第5波 第5下 我們就講第5波 第5波的時候 我們的 進場的 這個 張數可能 可以10張 好 假設10張 那 到達這個 是6嘛 好 假設我們設定是6 那 第7 第7次的時候 我們可能進場就不要那麼多張 剛剛也不是說10張嗎 好 我們就減嘛 變5張 或是3張 這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說 欸 是 會不會是走這樣子的一個形態 當然 我們都是只能用猜測的方式 當然 有機會 這根本就不是這樣去走 對 根本就不是這樣走 但是呢 我們至少 在心中 我們知道說 跌下去的風險 是 較大的 那 你的張數就不要放那麼大 就只能這樣子啦 我覺得只能這樣 那 再來是教給 看主力要怎麼去操作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日星的部分 日星的部分呢 欸 這個是比較 偏 懸的啦 偏懸的 那 就是 之前其實 之前畫 他所以說 留下來的這個 顏色 藍色 那 我沒有想要做改變 因為想說 那就是給 呃 前面看過 這一檔分析的人 那再回來 再後來再看 我其實有點忘記 在什麼時候去分析這一檔 好 那我們 我們去看說 當時候嘛 好 假設就是 一樣用同一種方式 就是 這幾條線 這五條線 都是同一種角度的下降均勢線 那可以發現說 假設我 每一個下降均勢線 我的連接的點 都是在他突破之後的第一個點 我把它圈起來就好 這個點 這個點 然後 這邊是直接衝上去嘛 就不算 在這個點 第一次碰到 第一次碰到 那這個點 你可以發現說 欸 每一次碰到之後呢 他的這個 下降的角度 就是 抵到下降的壓力的角度 欸 怎麼好像 真的 這幾乎一模一樣啦 幾乎一模一樣 那就是 稍微放大給大家看好了 就是說 欸 這個地方嘛 這個地方 那 再來的話呢 就是 這個地方嘛 這一根 把它標示出來 好 這一根 再來的話 這一根也是嘛 也把它當作壓力 我們都沒有 我們就是用同樣的方式去做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嘛 這地方 這地方就是 碰觸到最高 然後之後呢 我們去做空的點 就是這個地方 當然 我覺得 這是比較偏玄的部分 就是玄學的部分 因為 這可能真的是 主力在操作的過程 過程 當然 也可能不準確 所以 我沒有 想要 叫大家 這樣去操作啦 那 目前來說 看一下 我有點忘記這檔 我看了什麼 好 好像有點 呃 也不算看不懂 就是說 我如果說 我們用60分 分K 那 連接這個 2月7號 2月7號第一點 那再來 這個點 第二個點 那這邊是第三個點 這第三個點 都可以嘗試去做進場 第三個點 那你的線 其實基本上 你就是要 在 看盤的途中 隨時做一個更動 因為 當時候 假設 這個是 好像 說這2月7號最低的點 我們當時候 我們線應該是這樣畫啦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說 越陡峭的線 越容易 跌穿 對 所以 基本上這個 這麼陡峭的線 你就不要期待說 他 有機會 就是 可以這樣 沿路你一直 狂 不是狂 就是沿路這樣子 一直抱上去 這是比較 不切實際的 當然也是會有這種行情 那 就是說他疊穿了 疊 疊下去嘛 好 我們當初 假設我們這邊 也是補一條線嘛 好 我們把它當作 最 第二個點 因為這邊可能是殺下來之後 來做一個回測嘛 那我們這邊疊穿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條線 補在 算是第二次 回測的低點 那畫跡上去 在第三個點就可以嘗試做進場 就是這樣子 類似這種感覺 那 像這種比較陡峭的 你在這邊 第三個點 也可以嘗試做進場 但是你就要知道說 呃 他的走勢真的會 這樣子 沿著上去嘛 所以說 我們可以去挑選 怎樣子 就是挑選怎樣子的 這個 趨勢線 就是比較 平緩一點 不要角度這麼陡峭 不要這麼陡峭 或者甚至是說 你 這樣看 你就知道說 他其實沿路這樣爬上 一定會有阻力 想要出貨 就是比較簡單一點 你可以發現說 他整體就是一直不斷的買 他的都是收紅K 紅K 紅K 上去 你就知道說 這邊的 怪力率 一定是偏大的 那 當然 一樣 都可以 怎樣 都可以一樣 嘗試做進場 可能後面的行情 會不一樣 也說不定 等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條線 好 那這條線 其實基本上 可能主力當時 也是有畫這條線 可以發現 他上面這邊 是有 碰觸到壓力 然後又被 往下壓去回測 那這邊 第三個是 第三次之後 上去 上去之後呢 這一根 這一根其實是 一個 蠻明顯說 他是有 真的有意願想要去做防守 但是跌穿了嘛 跌穿了後面的日子 也是把這地方的壓力 就往下走 那後面這邊 51.9 也差不多 但有可能是因為 我的這個線 沒有辦法畫 那麼精準 對 沒有辦法畫那麼精準 那或者是說 其實在盤中 看盤的時候 要記住的點是 呃 在這麼 時間這麼快速的時候 不是說一條線可以解決 只是說 我們可以把前高點 前高點 當作他的壓力 不過我覺得 這技術成分 可能較高 因為可能 他可能是 拉到這邊的時候 他有意願 想要把這地方 當作壓力 但是 他 可能有些人好 在這邊 掛單去 這個 做空 但是他是硬拉 拉到這個 平 平台這個地方 地方 那後面的行情呢 也是一樣 有把這條線 當作他支撐嘛 白色的線 但是又把這個 這個平行線 當作這個 壓力 對 兩條壓力 已經講錯 對 那我們這樣子 畫技下來的時候 其實就 比較難再去判斷 比較難再去判斷 他的這個低點 你就會想說 他究竟 好了 我們這邊是 剛剛有一條線這樣補下來 他究竟是 要守住這個點 然後 他守不住 守不住 那我們可以 做的事情就是 這個點 連接這個點 當然 我覺得 這樣子的走勢 沒辦法看出什麼 對 我們都只能怎樣 都只能在盤中 這個 勇於進場 但是 也要勇於停損 我只能這樣說 因為 如果說假設你是在這個最後一盤 我們再買的話 其實蠻容易在隔一天就會出現這個 跳空開滴 然後就直接把你殺出去這樣子 那我自己在看這個虛擬貨幣比特幣 他是二十四小時 就是沒有在停的 所以 比較不會造成跳空開滴的這種行情 你基本上 都是有機會跑掉 那如果說應用在台股的話 嗯 就是 要反過來想嘛 就是說他有機會就是 會跳空開滴 然後直接把你殺出去 當然我覺得這個操作沒有那麼簡單啦 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那 整體來說 我們就看周弦去操作就好 比較沒有時間 就看周弦的操作就好 不用那麼麻煩嘛 就是 接近支撐 我們再做進場試彈看看就好 好啦 我們就來講一下這個 康普 那康普的話呢 我們先用周弦來看好 好 周弦來看的話 我們先講一下他比較大區段 大區段我們一樣從 前年三月嘛 那之後就是連接 這邊跟這邊 所以 我們先看一下這條線 我畫面中的這個 花圖中這條線是他 最 呃 最大的支撐線 就是說盤勢 整體的 台股盤勢都很差很差的時候 有機會會回落到這個點 有機會回落到這個點 那 有可能就是不回到這個點 然後直接往上去走 對 就是有兩種情況嘛 一種就是 大概率會碰到這個線 然後做反彈 那 另外一種目前就是在看這條線 我畫面中在 在移動的這條線 這條線呢 就是一個 算是我連接這邊這個點 然後連接這邊這個點 去年大概十 九月中 那再來的話 ㄟ 他碰觸到就是在 今年一月 一月中旬那時候 我們把這先刪掉 好 就是這樣子 那他目前走的走勢 有機會這樣沿路再一直往上 那我們一樣嘛 假設他是有機會 那我們就 把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最高點 我們都補一條線 去看他的走勢怎麼去走 對 我基本上就是會這樣 好 那這樣看起來的 這個區段呢 呃會不會 我只能說會不會啦 會不會他 目前假設 好 我在這個地方做進場 那 漲到這個上面的壓力的位置的時候 我是一定會先解碼出場 我一定會先解碼出場 因為我就是照著去之前去 去這個 走嘛 我去 去操作 所以我的壓力的價位可以 第一個嘛 我就是把這個壓力當作我的出場點 那再來說第二個是怎樣 第二個呢 我就是把這個 一樣嘛 可以在 昨天影片有講 我們就是把這個 以平行線的地方看 把一個 蠻多地方 插針的地方 我們就把他當作是壓力 壓力 壓力 所以說假設我真的在這邊做進場的時候 我在這個大概 落在150這個地方我先做 出場 就是先做一個解碼出場 那就是看你手上握有多少 假設我真的只有兩張 我也會在這邊賣掉一張 那 後面那張等他去飛 那飛到這邊的時候 我可能就直接賣掉了 或甚至說啦 因為台股沒辦法 呃 這個零股交易比較沒有那麼形狀嘛 就可能賣掉五百股 之類的 就是類似這種 呃 操作的方式 我自己會這樣操作啦 對我自己會這樣操作 那如果說我們把它畫比較簡單一點的話 我們就會看 大概這樣子吧 就是說 就是說他目前的趨勢是長期 還是向上的 那 稍微是有資金去移住啦 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量 看看下面的量其實基本上 沒有說一個爆非常非常大的量 我覺得都平均啦 平均 雖然說最近在盤整 那慢慢盤整向上的時候 他的量能是沒有到那麼大 那 之前有兩根比較大的 所以說 呃 我們其實有一個方法 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我們去看 最大量 我們週K啦 或是日K都可以啦 那 就看你要操作的週期 就我們假設好了這個 看週K的部分 最大量的地方的最高點 好 先畫一條 那 低點也畫一條 再來畫這一根嘛 他的開盤架子這邊也畫一條 那 收盤架子也畫一條 我們可以 大概的區分出 大概 呃 目前的走勢大概落在哪邊 然後我們就 把下面這條線 感覺看起來 沒 比較沒有什麼用的 把它刪掉啦 那 這條線其實基本上可以移到這邊 這邊 那你就看到 看到這邊就是 長期的盤整了 大概三四個月之後 突破上去 突破 突破上去呢 他 欸 可以發現 他在這一週 他這一週禮拜五 他還是硬把它收盤 收回去 這個區間裡面 所以目前走的就是在這個區間裡面 然後呢 他下面有一條 上升的趨勢線 再不斷的往上去 把價格給拉抬上去 那 所以說 比較難去跌到 目前價位是 130.5 這個地方是一個 可能整個區段 這個區段裡面 比較好的進場點 當然 他如果跌穿了 有機會還是會回來測 會來測試 對 我們就是 目前就是長期向上 那 長期向上的話 你去做空是比較 困難 去獲利的 當然還是有機會 那 做多比較容易 那我們就 看一下 日線部分要講 呃 日線部分就 不講吧 就不講 那 就是說 一樣啊 你在 中間這邊 你都可以貼好幾條線 就是用同等角度的線 我們一定要用大區 大區段的這個趨勢線 然後去貼合 然後去看他後面的走勢 到底怎麼去走 像我 你看看 像我這邊嘛 然後這邊 這邊 欸 就 還算準確吧 就是在第三個點 我們可以勇於做進場 第三個點 再來的話呢 在這邊 我們就貼合到這個 這個地方 那可以發現說 欸 這邊是 有點算是 呃 長過頭 那 回來之後 欸 發現說 怎麼這一根 也是回來測這個地方 所以說 欸 你就要想像說 我前面有講 就是說 他如果突破 突破是失敗 是蠻容易出現 暴跌的 暴跌的 對 那 後面 你假設你這邊去做空 是比較危險 那 等待一個好的價位 是接近這條線 接近這條線 那他確實也是抵到這條線 所以說 這一檔 目前 蠻看起來有在 用這個趨勢性在操作 就是這個阻力啦 這個阻力 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只是 畫起來 感覺有點像是 在操作這個 比特幣的感覺 好了 我們看一下 最後一檔 自操 那這一檔 稍微有點看不太明白啦 不過 不過就大概講一下 這最高點 55.2 然後 次高點 然後第三個點 我就說嘛 第三個點 第三個 這個鏡頭好想 第三個點就是我們可以去做空的一個位置嘛 就是說 他壓力最大 那也是看到說 他是 順勢的 順勢的 他就是往下去走嘛 可以看到這個 這邊這個區塊 是順勢的去往下去走 那 但是他殺下來的位置 殺在那邊 我們就一樣嘛 平台的 水平的線 我們一定要畫啦 就是說 大概畫一下就好了 可以發現 我們 在當初 這邊上來嘛 上來之後 這邊是算是 假突破 我們都講 講假突破啦 那 回來測 疊穿了之後 再回來測這個壓力 那這邊是我們做空的點 那之後 又往下去測 往下去測他更低的這個 支撐嘛 支撐壓力的位置 很明顯吧 測了 然後之後 這邊突破上去之後呢 這邊是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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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子 就是類似這樣的感覺啦 所以目前 他在去年 大概10月那時候 已經 10 10月底 突破 那這邊突破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要注意啦 就是如果說要關注這一檔的話 突破就應該注意 因為 雖然說 我都講說 突破了 他還是會有機會 不斷的去往下去走 不過我們 其實在這張圖裡面 得知了 他就算往下去走 最低最低 也是走到大概 44塊左右 就是 43.8 我不知道 反正我隨便亂花 44塊 左右 當然會做反彈 但是呢 他沒有嘛 他是比較強勢 他這邊是 你可以做一個什麼 順勢交易 對啊 就是順勢交易嘛 順勢交易 那他這邊其實就 蠻簡單的操作啦 就如果說 我剛 我剛前面不是有講嘛 我那個 那個虛擬貨幣也是這樣操作 那我剛才那個還更短 更難操作 15分鐘 那我其實 基本上我都用5分鐘 在 5分K 或是1分K 然後這樣看 大家在那邊跳 就是有空的話 那他 這邊其實就是很好操作嘛 所以說 你學會趨勢線的話 其實在第三個點的時候 你就勇於做進場 那 再來就是交給 老天爺 也不是這樣講 交給主力啦 對 主力就是我們老天爺嘛 那他往上去漲 然後後面疊穿了 其實基本上就是 直接出場了 或是 或是說 這邊漲上來反向 這邊在做空嘛 當然 台股做 做空不易啦 做空不易 那可以發現說 他確實把 這邊的高點 就他感覺也蠻講求平行線的嘛 你看這邊的高點 那之後 這邊是壓力嘛 那這邊突破了 這邊突破的 其實就是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去 關注了啦 就是這個 但是我其實 基本上 不太會買這種突破上去的 除非他回來測 那回來測 我的這個 倉位我不會 可以 進單 不會進太多 對 那我們如果 我剛剛好像有看這個60分 K 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我們從那個1月25號 1月25號 對 然後這邊的低點 我們就畫一條線 那這邊 好 第三個點嘛 我們都說嘛 第三個點 我們可以勇於做進場 那當然 當時候的線 一定不是長這樣子 我們就切給大家看 當時候的線 已經長這樣子 這個 46.3嘛 那我一定連接 然後 對應到這個地方 我一定會 連接這個點 只是這一根 這個 我把它放在那一點 把它 連接到 後面 第三根 1月26號 12點 那 畫一切上去之後 這是 第 第二個點嘛 那之後呢 第三個點 誒 剛好對應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 它確實是 在整個高檔 它上漲的時候 它回來測一下 又往上漲 但是呢 假設我這邊沒有賣掉 誒 又發生什麼事情 跳空 開滴 又殺出去了 所以 如果說 用這種方式去買的話 我建議啦 建議說 就是 呃 看怎麼去操作 我覺得這蠻難去想 就是說 可能在收盤的時候 都要先出場 不是幹嘛 反正 我也 還沒有捉摸到這個 這個點位啦 因為我基本上 會用這種方式去操作這個 虛擬貨幣 但是 台股偶爾 會操作 好 那我們這邊 其實 這邊嘛 最主要的 上陣趨勢線 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觀察 它這個位置 到底有沒有變成壓力 對 它這邊雖然來 來測試一次 兩次 然後後面就漲上去嘛 後面漲上去之後呢 又疊穿 所以 基本上你就會把這條線 在後面的行情裡面 你就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 它看起來就不是一個那個 然後呢 你就貼上一條新的線 然後再去做觀察 對 我覺得 我自己都是長長 那目前的趨勢呢 就是說 要觀察它禮拜一嘛 因為 這邊測了第三次之後 往上暴漲 那之後開始 慢慢的盤整 要下跌 那禮拜一的盤勢 我們就先想好 禮拜一的盤勢 應該是下跌的 所以 假設它不是用跳空 開地的方式 那你在這邊做進場的人 你就要小心去注意啦 小心注意 因為 每股嘛 禮拜五的時候 它是 算是下跌的 所以我們 在 開盤的時候 去做進場 你就要先觀察這個位階 譬如 這個位置大概是 49.75 對 49.75這個位置 就會觀察說 它開盤到底是開在 50元 還是開在這個位置 還是開在這個底下 開這個49.5就不要去看了 就蠻有機會 抵到這個線之後 往下去走 對 這個地方可能就是 不是做多了 那可能反而是做空的 那當然 你還是要有時間去看盤 那這個是比較短期的 這個操作 都是 有風險在 那 就是看自己個人怎麼操作 那 台股部分的話呢 我自己是 就是比較偏向 這個 放長期的 放長期的 好 那 大概就 講到這邊吧 就是 四檔 那 目前 這個 我們 回來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 剛剛是在哪裡 剛剛在這裡吧 還是這裡 忘了 那目前是慢慢往上漲 所以說 我們跟著趨勢走 當然 可能 等等 晚上 或是等等 下午 又疊 疊下來 都是有機會 都是有機會 所以 不敢做保證 只能說 欸我 確實是用這樣的方式在操作 那 就是看你們 又不要用這種方式操作 但是就是 這個 趨勢線的部分 就是可能 需要隨時去做一個更動 更動到你覺得 欸 阻力的圖 目前就是長這樣子 因為 我們沒辦法在 這個 這個小方塊裡面 就是馬上做出 他的 這一個 真正的格局 這邊還看不出來 一定要 等待他目前 好了 這邊形成 才有辦法去知道 好 那 四檔 就大概講解到這邊 那一樣 有 有 有 呃 覺得影片有用 那就幫我按個讚 那就是 幫我把這個訂閱按起來 好 謝謝大家 那 就是 其他個股 可能下午 或晚上再 做一下分析 好 大家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記得訂閱 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要聽到